向我走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今天是 又是這個車之味背景 大家知道我們要出門了 今天是日本人正頓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一次要帶我們的包包出圓門 一個親旅行 沒錯 然後會有五天四遇 蠻長的啦 在我們的眼 也因為這一次是這樣的旅行 所以我們贏得飯店 就是盡量親自友善的 也是我們第一次要陰陰在在 有很多的挑戰 我們就看我們這次能不能順利的通過 已經有辦法克服 已經有辦法克服各種的難關 那我們現在就要出發 嗨 要和奶奶了呀 舌頭在那邊給我亂生一頭 可愛的小傢伙 喝奶囉 給我點頭 好像快被他蒙死了 來 是不是想喝奶奶了呀 那我們就來喝咧咧 來 喝咧咧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小關卡 我們帶他出門要算好喝奶的時間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南澳的地方 停下來餵他喝奶 剛好過完山路剛好可以餵奶這樣子 我們專心喝十分鐘喝完好不好 我覺得第一個挑戰也成功了 好棒喔 好棒 空瓶 我們空瓶給媽媽我們來打嗝 好不好 給我吧 好棒喔 好棒喔 寶貝 剛才好棒喔 對不對 打嗝就是好棒啊 對啊 打了一個好大的嗝 但放了一個好臭的屁喔 媽媽快昏倒了 我只能當人體空氣清淨機 天人好多喔 我也是沒有預料到 但是呢 這個小美男用了美男劑 讓一個大哥 因為說他很可愛 然後號碼給我們前面 決定幫我們一起買的 這麼好 就是因為你很可愛 對 只是因為他長得很可愛 美男劑這麼好用啊 帶你出來這麼好用啊 你終於吃到你的臭豆腐了 爽 然後每次來花店的第一站 就是一定要吃臭豆腐 必須的 小可愛 我覺得 雖然帶小孩出來很麻煩 東西很多 遇到人多的地方 不是很方便 但其實還是有些優待 就是大家看到 公洗啊 娃娃車 其實通常都蠻友善的 還不錯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帶小孩也沒有那麼麻煩 因為如果大家都體諒的話 我覺得其實蠻不錯的 都是因為你 我們今天比較快吃 那種臭豆腐啊 我其實有點受寵若驚 我想說我們以前都沒有這種待遇 對 而且是大叔主動來說的 唉呦 小孩很可愛 然後才來累積給你 謝謝 謝謝大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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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喳喳 這是你的床呢 怎麼辦你說 什麼怎麼辦 你要跟他睡嗎 當然是你跟他睡 你就是睡這一邊 我就是睡那一邊 那我把夜床推過來 不不不不不 喳喳 晚上你就睡這裡了 這裡 老媽媽睡這裡 我會睡這裡 好嗎 唉 我也不能說過 看起來好開心喔 你喜歡出來玩對不對 你喜歡出來玩對不對 是不是好喜歡出來玩啊 蛤 是不是好喜歡出來玩 現在身家 我跟宅宅在這裡了 因為狼跑去幫我們 做苦力了 他去幫我們搬行李 我覺得這大概就是 帶小孩出來的差別 就是永遠沒有辦法 兩個人一起行動 一定要一個人孤小孩 一個人去做其他的事情 宅宅宅 你又快要喝奶了呢 小狼 你覺得今天過得還順利嗎 順利啊 那一進房間好喜歡 在我們那個床上那邊滾來滾去 我就覺得 哇 好值得喔 妳的那個帶嬰兒出來 短旅行的那個挑戰還沒結束 一天都還沒過完呢 謝謝 謝謝 等等還要休息一下 還在洗澡 對 然後妳自己還有體能要恢復 對 這兩位要洗澡了 不是這兩位 宅宅要洗澡了 如果你需要的話 都可以跟他們要這個叫做 嬰兒的澡盆 因為嬰兒的澡盆 貴格很特殊 我們也很難自己帶 所以我們就盡量找可以提供嬰兒澡盆的 然後還提供給我們那個叫做 消毒鍋 然後還有嬰兒床 我愛人祝你們一切順利 好的 這隻小宅宅現在也該睡了 但他卻不睡 他覺得出來實在太開心了 然後馬上現在在紅他睡 蝦蝦蝦怎麼又露出來了 出來完就這麼興奮 還笑 睡覺了 仔仔你知道我今天才突然發現 你沒有跟我們一起在一個房間 睡過夜過欸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知道嗎 這是我們的初夜 不要亂講話 但你還是得睡覺喔 因為你還是一個寶寶 晚安 一天就這樣子度過了 弟弟終於睡覺了 保險范弟又在紅床 很可愛啊 今天今天比較冷哈 對啊 我們不要冷到 昨晚過得還好嗎 還好吧 第一次跟他同事 我必須要說還是有點差別的 之前在家裡 他大概早上5點的時候會起床 但因為他在自己房間沒有人 他就睡下去 因為我通常7點去餵他的時候 他都是睡覺的狀態 但昨天5點多的時候 他醒了還看到我 他還可以不跟我講話 我在睡覺 他跟我講話 等到7點 我起來餵奶的時候 他在看著我 趕快把爺抱起來也要喝奶 大概是這種路線吧 那我們要出門囉 帶你去我最喜歡的地方 看起來像參加飛行考試 感覺是一位飛行員 哈囉 仔仔啊 這裡是釀士集喔 媽媽之前很常跟兔寶媽媽過來 等一下帶你去逛逛好不好 你應該第一次下雨在外面吧 習慣 仔仔怎麼出個門 有點像獅子兒童 反應很慢 還好嗎寶貝 還好嗎 會不正常了 okok 需要一點時間開機 走 媽媽帶你逛逛 你今天穿很帥欸 我都不知道 他這個視線到底看到什麼東西 你說仔仔的視線嗎 對啊 在我們行程開啟的第三天 竟然有一個突發的行程 我其實就快要到了 叭叭 我以為是下雨 殊不知一看是 鳥飛 崩潰 崩 哈哈哈哈 好喜歡你不霜在臉啊 怎樣 很好笑 而且我拍超近的 我超氣的 那個鳥有個壞的 這是一個小插曲呢 莫名的就開始罵鳥了 而且下雨 我為什麼要在下雨天洗車 因為有一隻鳥 可能有兩隻 所以我就在洗車 好的我們來的是 花蓮新開的一間星巴克 在理想大地這裡 我以前在理想大地工作過 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 好啦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了 但是在這個同時呢 剛好三點 所以我們 正在進行餵奶的儀式 我覺得這就是 帶小孩出來的 的什麼啊 限制 其實我們自己也還沒吃 小孩會立刻限制了 我們吃東西的時間 嗨 這小仔仔感覺不想出門 他不是剛剛挨了很久嗎 對啊 他眼睛 好可愛 好可愛 原來是想出門的呀 他笑了 他眼角給我掛一滴淚 你知道嗎 每次都這樣 搞啥 喜歡出來玩嗎 東看看西看看 其實你也聞不了什麼 就是讓你看一下那個什麼湖啊 山啊 很多人啊 還行嗎 應該是還行的意思 應該是吧 小仔你今天有什麼小心得嗎 其實蠻衰弱的 有人小孩之後 你就是為了 她要去做調整 比如說都已經準備要出門了 她突然要喝奶 那你就只能停下來喝奶 時間啊 隨便 需要配合她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帶小孩出來的時間 整個要重新精算過 但是現在覺得 這個帶寶寶出來的時間整個要大重租 我們要準備我們自己的東西 還要準備她的東西 所以整個就是完全亂了套 透透花兩小時時間出門 然後出門之後 行程還沒有開始 我們還要再餵她奶 代表我們時間沒有顧得非常的完美 需要徹底的檢討一下啦 乖狼 我覺得可以優化 應該這麼說 這件事情 容我在想想要怎麼樣優化 出話的過程 然後又可以去把那件事情雜事給處理完 縮短出門的時間跟準備 希望我們這趟旅程結束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想法 想法會不會是 以後還是 不要說出來 伯伯 出來玩要醒醒啊 我們是出來放電了耶 艾妮 艾妮 好可愛喔 有帶鎮嗎 有啊 都搞不清楚亂帶一通 好可愛喔 Live